正义国小日前曾举办五年级音乐剧比赛 评选出优省的班级 代表学校参加新北市的比赛 并且获奖准备参加全国赛 为了让更多学生看到其他班级精彩的演出 学校特别是举办了公演活动 精致的布景 美丽的服装 加上孩子们生动有趣的演出 逗得抬笑的观众哈哈打笑 三重国小在学期末 特别举办了五年级音乐剧公演 让更多的学生可以一起欣赏 那很高兴我们学校 透过这样这两年来的一个集训之后 我们今年拿到全新北市的戏剧得到第一名 要代表新北市到四月份在宜蘭参加全国赛的一个比赛 所以说我们艺术教育这样的戏剧教学 在我们学校是很非常扎根的 这天可以再次上台 把大家辛苦排练的成果展现给台下的观众 表演的学生都觉得很开心 虽然上台难免紧张 但是大家都努力表现 觉得会很紧张啊 因为很怕会出球 然后就是让大家笑 而且这边整很多 可是觉得很开心可以表演 可以演给大家看 也觉得很开心 这一国小艺术风气盛行 学生除了在音乐方面有相当优异的表现 现在在戏剧部分 也展现了创意和自信 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多才多艺 记者沈仲林瑾瑜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